邵浩然报道 一个有华裔血统的多伦多小学教师 验证急需亚裔人士的钢细胞来医治白血病 今天有团体还举行募捐活动 希望找到合适的钢细胞挽救她的生命 记者邵浩然再报道 这一段由Jennifer亲自呼吁捐赠钢细胞的影片 最近在网络上广泛流传 今天在列治文山这间酒店 有团体就这件事发起钢细胞捐赠活动 Jennifer上年年底被验出 患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因为很难找到合适的钢细胞捐赠者 所以呼吁华裔人士可以生出援手 每位捐赠者来到现场之后 首先填上个人的资料和病历记录之后 然后将棉沙棒摆入口腔里面 每边收集样碗不过40秒 整个过程不需要5分钟 就有可能救回一个人的生命 募捐活动明天会继续举行 如有任何查询可以登入网址 www.onematch.ca 或者是www.sweptandsafe.com 新时代电视记者 少浩然报道 白云多市